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的送餐的服务之后 我们很多市团都感觉社会越来越温暖 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我们把所有的志工所有社会打拼好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示范观摩活动现场 除了有静态资料的展示外 富有创意的是由社区志工粉末登场 以轻松逗趣的行动剧 呈现志工如何提供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各项服务内容与成果 那么大友社区就是我们发展多元关怀据点的之一 而且发展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特别在大友社区举办一个释放观摩 那么我们这个老人关怀据点不但要关怀我们的老人 也关怀我们的弱势家庭 也关怀妇女跟幼儿 那么让关怀据点有多元性的发展 那么产生多元性的工人 那大友社区在这个部分做得非常好 有释放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大友社区举办释放观摩 让所有的社区都来学习 都来互相分享他们发展的心得 那么在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 那么未来我们也在各个社区 那么做释放观摩 做一个让这个社区关怀据点 能够提升它的功能 让服务 让这个社区关怀据点服务更多的人 产生更大的效果 社会处表示 这次示范观摩活动 邀请全县105个据点的志工伙伴 干部共享盛举 期待在来年多元化服务的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示范 能扩展到八大生活圈 逐步实施 其实人都会老 大家都想说为我们自己铺下一条很好的一条路 因为据点是在为老人 因为我们社区走多元的老人外配小孩子 我们都尽量尽心尽力的为我们自己 也为了下一代铺设一条很美的康庄大道 所以我在此感谢所有县府的一级主管 还有他们的人员 还有我们社区的志工伙伴 这么用心的付出跟爱心谢谢 社会处指出 在推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过程中 社区志工在关怀仿视老人时 发现有的老人家中存在隔代教养 外籍媳妇 异国婚姻或单亲弱势家庭子女的照顾问题等 迫切的等待社会伸出援手 因此在已设置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中 自98年起由蒲岩乡大友社区 及秀水乡马兴社区推动扩大服务对象 从长辈开始延伸至社区的儿童、青少年 甚至妇女、外籍配偶的关怀服务